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公摊面积 前面就有哈尔滨棚改安置小区的回迁户 经过多年等待 终于等来房子 等来了回迁房 本来嘛 有心房子住 这是好事是喜事 可他们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回迁房这个公摊面积太大了 超级大 有多大呢 一套建筑面积108平米的房子 使用面积只有54平一半 剩下的另一半全都是公摊 有的回迁户啊 人家本来要的是80平米的房子 可实际建好后呢 说有108平 但这100多平米啊 有一半都是公摊面积 那超出的部分 开发商还要求你这个回迁户啊 要按照一定的份额来补交房款 否则呢 不让你入住 那就相当于花钱买公摊 钱花的倒是更多了 房子的使用面积反倒是越来越小了 本来嘛 棚户区的住户啊 那经济条件就不怎么好 现在呢 都回不起那个新家了 好好的汇明政策成了给大家添堵 公摊面积那一直就是备受争议 前段时间有人就吐槽 说买了100平米的房子 光公摊就30多平 还有更牛的 山东一个楼盘 公摊面积呢 竟然高达52% 一半多呀 明明买的是大三居 最后呢 就变成了单身公寓 国外啊 人家没有这个公摊 这么一个概念啊 唯独在咱们这儿 不但有 还越玩越大 玩的花样越来越多 一些个开发商把公摊 当成一个摇钱树啊 用它来偷面积 这都成了业内的一个普遍做法 公摊面积到底该占到多大的比例 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相关信息呢 它也不够透明 全由这个开发商啊 说了算啊 这就严重侵犯到了 购房者的一个权益 不仅如此啊 有公摊面积 那也就意味着 等你买了房子 以后交这个装修费啊 物业费啊 取暖费啊 各种费用 都要把这个公摊呢 也算进去 业主得花更多的钱 这就不公平吧 既然不公平不合理 那公摊面积 它能不能给它取消呢 有人就担忧 如果没了这个公摊 开发商 它会不会降低小区的配套呢 会不会推高这个房价呢 有专家说啊 你这叫起人忧天啊 很多国家 人家都没有公摊 人家小区照样环境优美 设施完善 咱国内很多小区 它倒是有公摊 可依然脏乱畅 房价依然涨个不停 取消公摊的意义啊 在于消费者在买房的时候 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买卖呢 都摆在明面上 不要等到交易完了 再出什么猫腻 当然更重要的是啊 咱相关职能部门 要探索出更科学 更合理的一个房产政策 规范开发商的建设和销售行为 切实来保障 咱消费者的权益啊 公摊面积 它该不该取消 要我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更不是用来公摊的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啊 工信部印发了一个新方案 叫关于推进综合整治 骚脑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 这个方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 它就要求啊 各大互联网相关企业 要全面清理 呼死你等软件的推广信息 这方案一出来啊 那是赢得了大伙的一致点赞 要知道啊 最近这几年 类似呼死你这样的通信骚脑啊 就像一颗社会毒瘤 让人们是深恶痛绝啊 就拿钱不久来说吧 安徽合肥的马女士 就因为投诉了一家快递 就遭遇到对方呼死你报护 这个手机 没日没夜的来电话 隔个几分钟就响一次 而且呢 每次来电呢 只响那么几声 就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呀 生活 最后实在没辙呀 只好找到电信运营商 专门开通了一个防护业务 这才停下了烧了 还有之前呢 也是在安徽这个合肥啊 多家酒店遭遇到呼死你敲诈 店里的订餐电话 一直响 响个不停 一接呢 他就站线 一挂呢 他就接着响 真正想要打电话 订餐的客户呢 根本就打不进来 最后逼不得已呀 向对方转了几千块钱 才恢复到正常 这些个烧老电话 他为什么敢这么猖狂呢 因为他们都是通过一些软件设备 在那远程操控的 你很难被追踪到 所以啊 他有四五孔 而这一回呢 工信部放大招了 相当于是从源头啊 直接下手 把这个呼死你呢 给就地正法 而且呢 他采取到的战术啊 属于团战模式啊 就互联网企业 通信企业 还有监管部门 多管齐下联手应对 你看啊 首先是这个互联网企业 要求他们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查处清理机制 让类似的软件啊 设备信息啊 发不出来 收不到 用不了 发现一起 就给他清除一起 把他们连根给拔掉 然后呢 我们再说这个通信企业 要全面清查语音专线 不符合使用规范的 一律 给他关停 同时啊 还要全面建立 近乎名单制度啊 用户明确表示 拒绝的这个营销电话 不得再次拨打 另外 还有监管部门 要畅通骚扰电话 投诉举报的渠道 完善这个处置机制 有案 必查 查实 必罚 对于那些存在骚扰问题的企业 就要及时拉黑 并向社会来公布 瞧见没有 多部门联合出击 让呼死你 无力还击啊 好 继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啊 中国计算机大会 在杭州开幕 引发了一个汇丰的问题啊 这个会议的规模是非常大 有七千人参加 而且规格呢 非常高 参会的不仅有顶尖的科学家 还有著名的企业家 按理说 在这种重大的公开场合 大家都讲究一个和气 然而呢 这会议的最后一天 却闹得不愉快 当时啊 某公司副总裁上台讲话 竟然当场摔掉了文件和话筒 他为什么发火呢 原来啊 这会议啊 临时增加了议程 而且呢 其他的人讲话给他拖堂 明明安排五分钟 可是讲着讲着 讲了半个多小时 这么一来啊 轮到他讲话的时候 都已经超过了中午的饭点 很多人离开会场去吃饭 剩下听他讲话的呀 没几个 所以很生气啊 当场摔掉了文件和话筒 对于这个做法呀 外界是评价不一 有人觉得 你是副总裁呀 小题大做 有失风度 但是呢 更多的人说 摔得好 这是会议主办方的错 不仅你临时改变议程 而且发言的时间把控不严 有失专业水准 随后会议主办方就进行了道歉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举办的学术会议呢 是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但是专业性 规范性 这个问题啊 就越来越突出 我们就拿发言来说啊 它是可长可短 哎 既然会议已经严格限制到五分钟 你就应该遵守规则 即便时间不够 你也可以到底下来继续交流啊 完全没必要 在会议上啊 占用到别人发言的时间 在以往啊 很多人为了会议祥和的氛围 也就忍一忍 而这一次呢 遇到了一个不忍的 结果就造成了尴尬 除了拖堂 还有一些会议 明明是专业的学术的会议 结果呢 变成了领导讲话 你比如啊 最近某地举行了一个科学论坛 整个一上午 全是领导在那讲 没有一个科学家啊 上台 那观众就说了 我是冲着科学家来的呀 不是冲着你领导讲话来的呀 有一些会议主办方 他就偏偏热衷于 请领导 借机啊 拉关系 就导致这会议的学术价值 就大大折扣 要我说 开大会 副总裁摔话筒 这会议没毛病 会疯 有问题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 游轮经济 被中国大妈吃垮了 前面就啊 美国游轮巨头 诺维珍宣布 专为中国打造的豪华游轮喜悦号 将暂时关闭航线 一些自媒体就发表文章 说这个美国巨人 是硬生生 被中国游客给吃垮的 文章就说了 国内游客 尤其是大爷大妈 浪费惊人 在船上啊 吃这个自助餐啊 是挥霍无度 有超过八成的食物啊 都被他们给浪费了 文章还说 不只是这个喜悦号 还有好几家游轮公司 也准备陆续离场 他们都是被中国大妈 给吓跑的 国际游轮 真的是被大妈们吃垮的吗 不是的 随后游轮公司啊 就回应了 说吃垮一说呀 那是无济之谈 游轮的餐饮成本 是非常小的 只占到总成本的 百分之五左右 所以游轮你怎么吃 也不可能吃垮 另外 食物浪费现象的确有 但并不常见 公司啊 他取消中国航线 还是出于战略调整 并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之后公司还会 退出其他的航线 那几年前 中国游轮旅游市场啊 出现爆发式增长 很多国外的大型游轮 是扎堆进场 比如说这个喜悦号 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船上的标志呢 都是中文的 广播呢 都是普通话 餐桌上老干妈 辣椒酱 那都是标配 甚至呢 还设置了棋牌室 让你可以打麻将 中国也快成了 全球第二大的游轮市场啊 可是从去年开始 这游客的流量增速呢 放缓了 多家游轮公司就开始做了减法 纷纷关闭中国航线 豪华游轮 从几年前的扎堆竞场 变成了集体逃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杂志就说了 首先一个原因啊 就是游轮公司的一个价格战 你打不下去了 这种竞争方式不可持续 那些耗不起的这个企业的 没办法 只能够出局啊 另外 豪华游轮想要挣钱啊 靠的是游客的消费 比如酒吧呀 高档餐厅啊 健身房啊 免税店 可到了咱们这呢 坐游轮就是出去旅游 超过一半的都是中老年人 很多人的目的啊 就是尽量吃免费餐 看免费的风景 八成以上的中国游客 都不可能在你游轮上啊 进行二度消费 高消费 有专家就说了 接下来啊 中国游轮市场 将会进入到一个短暂的调整期 国际游轮企业调整航线 那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咱没有必要 过度解读 所以啊 游轮经济被中国大妈吃垮 这锅 大妈没必要背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日本一家医院突发奇想 在医院内呢 设置了真理之口 外形跟这个罗马假日电影 这个测谎机啊 是一模一样 不过呢 医院里的真理之口啊 它是一个自动消毒机 好多人看到它 忍不住伸手试一试啊 正好可以顺便自动消毒 真理之口是假的 诶 注意卫生是真的 昆明几位老奶奶 组建了一个毛衣编织队 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啊 来织毛衣 这些奶奶啊 平均年龄都七十五了 带着老花镜 站得一点一点的织呢 截止到现在 他们已经织了一百八十多件毛衣 要我说 天气渐凉 奶奶的心意啊 温暖 山东围房农贸市场 有一名特殊的广告宣传员 就是图片上这小狗狗 他每天都会叼一个篮子 上面贴上当天主推的蔬菜价格 然后呢 烙场走几圈 都成了附近的明星了 小狗帮主人宣传 这还真是别具一格的移动广告 辽宁大爷用自己家的缝纫机 秀出了一件件让人惊叹的作品 有山水有人物 他都栩栩如生 大爷从事缝纫机刺绣 已经好多年了 他还总结出一套刺绣技法 被誉为是北派机绣 缝纫机刺绣 人们就表示 我要去瞪一瞪 我们家的缝纫机了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来说一位最强卧底 最近这几年呢 关于老人买保健品被骗的新闻 咱看过不少 今天要说到的这一位呢 也是被骗的主人公之一 不过呀 他凭借他的机制啊 最终来了一个绝地反击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这呀 得从两年前说起啊 主人公啊 是浙江温州的李老太 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儿女呢 不在身边 他手里呢 还攒了一些个闲钱 有一天 老人家在路上啊 接到了一张传单 要他去一个俱乐部听讲座 说只要去 就送你一台收音机 哎呦 李老太想着 闲着也是闲着 就去听听呗 接下来这故事啊 就和咱平时看到的新闻差不多啊 那俱乐部打着健康讲座的幌子 实际上啊 是推销保健品 两年下来 李老太在这呢 陆陆续续啊 就买了好几万的东西 可他发现呢 这些个保健品 非但没给他保健 反倒一吃就恶心 还闹肚子 哎 这个时候啊 李老太就不像其他老人家那样 吃哑巴亏算了 而是立马 找到当地的市场监管所 实名举报那家俱乐部 并配合执法人员 上演了一出卧底戏码 就多次啊 到现场去听啊 录音取证 最后呢 成功把这片子呢 给一锅端了 还帮助到其他的老人家 追回了十几万的这个退款 当地执法部门 根据这个举报奖励办法呀 给这个李老太呢 发了好几万的奖金 您瞧瞧 从这个骗局的受害者 变成了骗局的终结者 咱不得不夸李老太 好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查分软件 最近安徽有很多家长反映 说在老师的推荐下 就安装了一款查分的软件 成绩出来以后呢 只要登录就可以看到 我们家孩子的各科分数 这种方式呢 虽然很方便 但每查一次啊 得交钱 交二十块钱 自己凭本事考的分数 为什么得花钱 才能知道呢 学校就说了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中小学不公布成绩的 这是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 防止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 遭到其他同学的歧视 所以呢 我们就和某平台合作 开发了这么一款 查分数的软件 另外 这些个费用 都是网络平台收取的 跟我们学校啊 没关系 然而 这网络平台啊 却说 公司收取的费用 会和这个学校啊 进行分成 那么这个做法 是不是符合规定呢 对此啊 当地教育部门表示 如果学校强制家长使用 那就涉嫌违规 你听这话 言下之意 如果不强制的话 那就合规了啊 有专家认为啊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 中小学不公布成绩 这是极具善意的一个政策 可是没想到 到了下边 竟然让一些个学校和商家呀 联合赚了空子 狠狠地耗一把羊毛 你想啊 查一次分数二十块钱 那全国有多少学生 要查多少次分数啊 那简直就是摇钱术啊 实际上啊 学生的成绩 虽然不太适合公开 但学生和家长 还是拥有知情权的呀 你学校完全可以通过电话呀 微信啊 来告知家长 除此以外 学校和其他平台合作 你可以开发查分软件 还容易泄露学生的信息 导致精准诈骗 要我说 对有偿查分 我们就应该给他追查到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截图 是一个聊天截图 江苏某高校学生会干部 在这个群里发通知 写错了一个字 有同学在后边 回了三个哈哈哈哈 这一下还得了啊 不得了 这学生会的干部立马发飙 你马上给我写检讨 如此大的官威 那实在让人震惊啊 有人就说 社长大人 您走火入魔了 最近这段时间 关于学生会干部 耍官威这个现象啊 那是密集曝光 你比如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有学生在微信群里 艾特了这个学生会的主席 问开会的时间 结果呢 遭到斥责 杨主席 是你直接艾特的吗 管理员呢 就要求 各位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和你说话的方式 还有啊 四川理工学院 要求学生 在过节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给这个 学生会的主席啊 发祝福 有人写错了主席的名字 就被罚 超五十遍 除此以外 更有中山大学 两百多名学生干部 分了什么 这个这个正部级 副部级 当然还有厉害的啊 湖南科技大学 学生会主席团 到各请室检查 有的学生 没给他们问好 不仅要严厉批评 还被要求要写检查 你说说 这官微得多大呀 针对这种现象 前不久 全国四十多所高校 就发布了一个 学生会干部自律公约 呼吁啊 学生干部要恪守本分 互相帮助 平等相待 不要追求头衔 不要装腔作势 要坚决反对官本位 不过有专家就认为 你光靠自律啊 公约啊 不够 一方面呢 必须对学生干部 手中的权利啊 进行约束和监督 另外一方面 你高校也应该反思啊 是不是也存在 这个官僚化的作风啊 否则呢 在官僚化的环境里边 学生怎么可能能免疫呢 随着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 这一次呢 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苗头 你看江苏的这位同学 被泽令贤检讨以后啊 并没有屈服于这个社长的官微 而是立马回了一句 什么鬼 也充满了一些不屑的意味 要我说啊 学生观充斥校园 可不是哈哈一笑的小事啊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艺术治疗治病 最近加拿大有一家医院 和美术馆呢 进行合作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 叫艺术治疗 就医生呢 会根据患者的病情 带他呀 来到这个美术馆参观啊 这种治疗方式呢 很新奇啊 难道艺术能治病 研究就表明 它确实有一些效果 你比如说啊 有一患者存在睡眠障碍 他参观这个美术馆以后呢 这个病情啊 就有了缓解 另外 还有人呢 存在一些个进食障碍 不爱吃 参观美术馆以后 胃口好了很多 那这是为什么呢 科学家就说了 在参观艺术品的时候啊 这患者的血清素呢 会明显提升 它会影响到人的情绪 食欲 实际上 实际上除了美术 其他的 比如啊 这个这个音乐会啊 看舞蹈啊 看戏剧啊 也都能产生 类似的作用 不过 艺术要想达到 治疗效果也不容易 那首先一点 必须得要有一个 针对性 你让一个睡眠不好的人 去欣赏万马奔腾的画面 那就恰得其反了 另外一点呢 你还不能够啊 受到干扰啊 如果在人群当中 拥挤的人群 同样 它就无法感受到 艺术的魅力 不仅如此啊 有时候啊 最好是要有一些 个专业讲解 这种讲解呢 和博物馆的讲解 艺术馆的讲解啊 不太一样 它并不是为了介绍 这个艺术品的内容 它重点呢 是通过艺术 来引导对象的情绪 除了加拿大 美国也在尝试 这个艺术治疗 你比如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特定的时间段 它只对某些 特殊患者啊 来开放 让这些个患者呢 不受到其他人干扰 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艺术欣赏当中 以达到治疗目的 要我说 艺术 它不仅是对 这个心灵啊 灵魂的慰藉 它恐怕也是对 身体的一种治疗 好 继续回来 这双十一快到了 相信有不少人啊 已经被商家的各种 这个烧脑优惠 迷得是晕头转向 而远在大洋的另一端 美国 很多网友啊 也被一个商家 给整蒙圈了 就是图片上 这个 这呢 是一家中餐馆的加募表 整张表写的是密密麻麻 但卖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样 什么呀 鸡翅啊 不过呢 你看这个这个项目表啊 美国网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呢 那就不是鸡翅的烹箱 而是满满的数学气息 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 就说四个鸡翅 就是4.55美元 看到吧 五只鸡翅是5.7美元 一直到150只 200只 这个商家很贴心 列出了40种不同的价位套餐 任您挑选 套餐这个价位 明白的是不能再明白了 那接下来呢 就引发了网友讨论的终极问题 什么呀 鸡翅到底该怎么买才最划算 有上万名美国网友参加啊 集思广益啊 有细心的网友啊 花了成晚上的时间 专门做了一张表格 就计算出每个套餐当中 鸡翅的这个单价 这不算不要紧 一算出来啊 一件诡异的事情呢 就出现了 套餐里啊 鸡翅的单价 竟然毫无规律可言 你看啊 买五只的套餐 居然比买四只啊 还更贵 而买六只呢 又比那四只要便宜 那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眼看着单价推算 陷入到一个僵局 网友的求知欲呢 那就更强烈了 就开始尝试 用各种方法来找这个规律 有总结数学公式来带路的 有做这个线形图案的 有做波形图的 还有做这个柱状图的 反正嘛 能想到的一切数学解题方式 他们都试了个遍 最终 有一位吃货 给出了终极答案 结束了争论 那就是 你想吃几只鸡翅 几只鸡翅的套餐 那就是最划算的 中餐馆价目表 在美国走红 咱们这的人呢 早就机智地看穿了一切 有人就说了啊 这个鸡翅什么的呢 都是浮云 这复杂算术的背后 其实呢 就是店老板的套路 啥套路啊 网红店必经之路啊 就靠着这个价目谜题啊 分分钟吸引关注 这关注度一上去呢 你还愁什么 没顾客吗 小姐妹有 任你算术再怎么精明 你也经不过 那商家老板的小算盘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AI公园 最近北京的海淀公园呢 火了 经过一系列这个技术升级改造 它就成为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公园 也就是AI公园 从踏路公园的那一刻起 就仿佛啊 进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 你看图片上这个小车啊 长得挺萌的 这是公园里的AI接驳车 叫阿波隆 是一辆自动驾驶小巴 这车上没有司机 没有方向盘 完全根据系统 事先设定的路线来行径 那真叫一个 人在车中坐 车在井中游 不光游览智能化 它休闲设备呀 也智能了 你像这个梁亭啊 在他的木梁里啊 藏有一个对话式AI系统 你坐在梁亭里 就能够在线来点歌啊 还能够查这个天气路况 更有意思的呢 你还可以和这个梁亭啊 聊天啊 什么新闻热点啊 娱乐八卦呀 都能对上话 就像和朋友坐在一块唠嗑 喜欢运动的朋友 到这么一个公园里来啊 那也是有惊喜的啊 在公园的环形步道上 设置了好几个人脸识别杆 只要你从它边上跑过去 就会被自动识别和记录下你的运动数据 在步道的终点 它还设有一个智能步道排行榜 让你啊 和身边的跑友轻松PK AI公园让未来竟在眼前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